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乔云君 欢迎收看本期的理工科处理指南 今天我们来做顺德椰奶洞 这道菜还是我当年看纪录片 询问顺德上知道的 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妹子刚刚研发的 原料是顺德本地的水牛奶和各种椰汁 我是去吃过他这家店的 我们首先来处理椰青 用一把大刀把顶部尖的那里的白色皮子削掉 露出来一个三角尖锥 用刀背沿着顶部敲鱼圈 把顶盖敲开 再用一个过滤网把椰青汁过了出来 我这个椰青汁有370克 然后加入一瓶245毫升的椰树椰汁 这一步主要是弥补椰青 清香味的不足 加入200克牛奶 80克白糖 搅拌让白糖溶解就可以了 现在准备吉利丁片泡水10分钟 我这里是混合椰奶 一共有800克左右 实际使用了4片大概20克的吉利丁片 最后成品我觉得Q弹的有点狠 喜欢软的可以用3片15克的吉利丁 顺便说一下 我估计它原版让椰奶凝固的应该使用的不是吉利丁 但是吉利丁使用起来最方便 所以我今天还是用吉利丁 泡好的吉利丁片可以看出明显软化 倒掉多余的水分 然后放在热水浴中融化 加入椰奶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把混合好的椰奶加入椰子壳中冷藏4个小时以上 面前的椰奶洁白透亮 质地接近牛奶布丁 但又多了一份椰子的清香 颤颤巍巍的一勺椰奶冻 入口冰爽Q弹 细细品味又可以感受到极其强烈的椰子香味 我本人去顺德 刚刚他们家吃过原版的椰奶凳 相对而言的话 原版比我这种椰香味更浓烈 我猜想应该是使用了比我更为优秀的椰汁 遗憾的是上海地区可以经常买到的椰子的种类和质量比广东差的远 就在这点上我用了椰汁来弥补 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接近原版的 好本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会更新一篇成都的游记 这周末没有意外的话 我会制作一个专业的冰淇淋视频